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香港警方昨天以暴動及串謀有意圖而傷人罪 拘捕六名男子 他們涉嫌參與去年7月21號 發生起元朗西鐵站及附近一帶的衝突事件 截至目前為止警方一共拘捕了43人 其中7人已經被落案起訴 不排除稍後會拘捕更多涉案人士 警方的重申一直非常重視這個案件 而對事件的調查也從未間斷 時機掌握了多少證據呢 當然是我們行動上的需要 我就不斷透露 但可以告訴你 仍然我們掌握了不少的人會繼續調查 亦都有一些人呢 其實我相信 其實我們已經掌握了身份 但是很可惜呢 有些人其實是已經 潛逃了的 我們已經是很早時間 其實已經聯絡了 外地的 執法機關的協助 至於那些 其他 牽涉在流的人呢 相信是仍然有人的 我們在這裡呢 很希望市民 是繼續 提供線索 告訴他們這些是什麼人 在哪裡可以找到他 我們無論什麼時候收到這些線報呢 或者情報呢 都會積極地跟進 在下則的消息 警方留意到有網民污衊警務人員綁架市民 並且指控警員在拘捕行動中 沒有展示委任證 警方嚴正澄清 絕無此事 嚴厲譴責 有人散播假消息 警方較早前 接報指 懷疑有人 非法洩露個人資料 經調查之後 警方在昨天的早上 展開拘捕行動 在灣仔區以 有犯罪或 不誠實的意圖 而取用電腦罪名 拘捕一名的26歲 本地女子 然而 當相關的影片 被人上載到互聯網之後 有網民指控警務人員綁匪 公然在街上綁架 這名女子 警方 嚴正指出 人員當時依法進行正常的執法行動 拘捕涉嫌違法者 而行動當中 人員已經明確向被捕人 展示委任證 以及告知其被捕的原因 對於有人顛倒黑白 惡意中傷警隊 企圖煽動受恨 警方感到非常遺憾 並且 言例譴責此等卑劣的行為 同時亦都呼籲 市民不要 誤信假消息 好了 下一則的消息 少有地和大家看一側 水果日報的新聞 大概就說到 香港的 蘋果 美國賣iPhone的 Apple 蘋果 以此禁止員工 配戴 黃色 及寫有 香港字樣的口罩 連同員工證上的 卡通照像 都不准使用 黑色和黃色的衣物 配件 甚至以解固作要脅 漢奸走狗黃之鋒 繼續批評這件事件 涉及政治審查 要求 Apple 香港 盡快交代 而我們香港的 獨國 正在 就著事件 向Apple 香港 查詢 大概事件就是這樣 不知道觀眾的你 看完這一則新聞 有什麼看法 我自己就很多問題 噔噔噔的走出來 在腦子裡 我很想問一下 手足朋友們 你現在覺得 Apple 美國賣iPhone這個Apple 對你們 是不是很極權 但是我 現在不讓你們去 亂暗自己穿衣 沒有自由啊 但是我有些好奇想問一下你 你 過去的經歷裡面 你打份工 如果 公司老闆 現在要求你 穿一件白色衣服的制服 你可不可以不穿 可以 你不做就可以不穿 是不是 那 倒一會 他允許你自由 但是 不可以 有某些顏色 或者某些 圖標 行不行 當然行 就好像香港一樣 高度自治 但是不可以叛國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是黃絲手足覺得有問題 是不是 自治 就要可以周圍 殺人放火 啊 這些思想 和現在發生起Apple的這個 微型事件裡面 其實是一個縮影來的 甚至乎我想問一下手足一條問題 有不覺得這個賣iPhone的Apple很極權啊 當然是極權啊 這些 大佬 那些CEO 是不是你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原來不是的 人家自己選的 人家是哪個大佬 根本不用問你的 嘩 那你們是不是要抗爭啦 明天是不是要私了啦 還是要裝修啦 還是明天死死地起上班 認清現實啦 年輕人 而我更加想說的就是 有些 不出名的也算 嘩 有哪一個政治人物現在 狗衝出來說 嘩 政治心茶 嘩 這樣的事情 我老實說 是啊 Apple不想有這種 政治事件 牽涉到他 所以他這樣要求員工 他可不可以要求 絕對可以要求 為什麼會有些 河童走出來 說骨骨叫 說有問題呢 我也是想問他是不是自己都沒拿回過工 所以他覺得 他打份工 出糧給他是應該的 但是我做不做事呢 你是沒有資格要求我的 這種心態是真的有的 嘩 撐這個 好了我們看完這些 手足 和他們的合同大佬之外 我們就真是看看 Apple 買iPhone的Apple 這間公司 毫無疑問 其實他的確 就是 不允許那些 所謂黃絲的顏色 也好 一些logo也好 進入他的公司 起他們上班的時候 配戴 這樣 這件事很明顯是有政治意味 但是要搞清楚一件事 其實Apple這樣做 是在做什麼意思 這個意思 其實是十分之良好的 從一個商業公司來講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 他不允許 政治 入侵他這間公司 大家明不明白 他這間公司 什麼人在這裡打工 你本身有沒有政治立場 是你的事 但是你不可以將他帶進來這間公司 舉一個極端反例 舉一堆極端反例 香港真的有很多 RTHK 他們不是典型的 的那種 如果我們期望的一個媒體 OK 吃政府糧 你是要搞中立的 政府做錯都要 說他的 沒問題的 其實 當然我們股之然希望 我們自己出錢 為什麼不能夠 有一個自己的媒體 去為自己發聲 OK 這件事都是一件事 而一個租立的媒體 其實都沒有問題 但是 如果這個媒體 是蓄意 由一開始 計劃這些 事件 做這些媒體 拍這些影片 做這些文章的時候 的原點 就已經在想 怎樣去 做衰 形容 香港是特別差的 為起點 帶有這個政治立場 這個就是我們不想看到的事情 所以 以這一間RTHK我的理解 就是完全是 有 政治入侵了 而反而是 政治 騎劫了 這一間公司 其他的例子 都是多餘繁星的 簡直是可以用行業來講的 除了這些 公營媒體 私營媒體 還有 教育界 大學 報大 中學生 小學生 教你說什麼 別人來入侵你的國家 是為了要你們戒煙 就是這些 沒得頂啊 這些例子 多到 還有那些 醫護 不聲不聲 就是要你 在疫情的時候 才 跟你玩罷工 你不 真的趁你病 我拿你命啊 這一種 這一種 結果 這一種後果 就是 Apple 不想發生起他自己身上 不想有朝一日 政治 騎劫了 他這間公司 但是我們香港 很明顯 某些行業 某些公司 某些公營 政府部門 就很明顯是被人騎劫了 再想一下 香港那些連儂牆 最大支持者是誰 不是貼上去那幫黃絲 是香港 不清理這些 連儂牆的那些部門 是不是 那麼 再問觀眾 一條問題 你欺不希望 香港政府 是用回 類近於Apple 這一種的 要求 要求 全部公務員呢 喂 你們那些 公務員守則 就是 不是說要別人絕對忠誠於特首 現任政府 和這個 不准有政治立場 那樣的意思嗎 那你就去做 就是 就是 很搞笑的一件事 民主燈塔那邊的政府呢 就用他們的政權在這裡攻擊我們的國家 就搞 搞到我們香港 然後呢 民主燈塔那邊的私人公司呢 就來教我們怎樣去應對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搞笑 因為其實很類似的 因為 香港本身是中西方的一個 這個 交匯點 其實Apple也是 都是民主燈塔那邊 和我們中國這一邊 的 兩邊都是很重要的公司來的 它同時在兩邊呢 都是不可以失去的 老實說 它雖然是美國的公司 但是 它 不要說中國是它最大生產基地 中國還要是它最大的消費市場來的 即是我們同時是它最大的生產地區 兼 最大的消費市場 即是大家都是磨心 香港都是 這一種 在美國發這種爛窄的時候 我們怎樣在中間求生存 其實Apple也是要求生存 那麼 大家知不支持這個政府 要求所有公務員 做回這一種 不准你有某些顏色 或者某些Logo 的 這種規矩呢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大家知道 好啦 接下來我們看看小資訊 去年 黑暴加上新冠疫情 雙重夾擊 香港的整體物價 連升三年之後 首度出現 痛速 政府統計署 昨日公佈 7月份的整體消費物價 按年下跌 2.3% 是2017年2月以來 第一次下跌 也是2003年11月份以來 最大的跌幅 大家在說 17年來 最大的跌幅 再下一則的消息 阿里巴巴昨日公佈 截至6月底的 第一財季業績 期內純利 達到 475.91億元人民幣 按年升1.24倍 升市場預期 主要是由中國零售商業 及雲計算業務力的強勁收入增長所推動 張勇昨天在電話會議中指 這個疫情加速了消費者的生活方式 和企業的營運模式的數字化進程 也是過去的一個季度中取得出色的業績表現的原因 他同時也指出 除了疫情之外 中美之間的日益緊張的關係 也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 但是他認為國際貿易和合作 仍然會繼續 並指 阿里作為全球最大電商平台 在美國的業務重點 是幫助美國的品牌 零售商 中小商家 及農場 為主 相信阿里 讓天下 沒有難做的生意 的使命 和實踐 既符合內地的利益 同時也符合 美國的利益 好了 今條影片就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還有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 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